大家好 我是林昕夜 我是李哲宜 欢迎收听 报道最好听 玩耍最好 今天是进入四月 春假的第二天 不知道大家放假放假之后有欢迎吗 四个的这个 特别的季节 因为算是我们台湾的音乐数 很有名的歌就是四月旺语 这是要让大家夹起来的一个说法 对 但是因为这四手会去用夹做会 就是因为它都是很重要的 代表情很高 很平衡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老师知道是怎样 虽然说是四条歌夹起来 但是其实它是有意义的 四月为什么要忘运 真的喔 这有一个什么故事 这是应该说这是一定要的 四月一定要忘运 因为我们上一次也有说到 那个客家的采茶歌 老师知道说春茶是什么时候猜吗 哦 应该是这个时候 对 就差不多是三月底到四月吹 希望可以开始 但是它采春茶的时间很短的 可能因为四月一直到五月 都是这个春茶的采茶季 是是是是 是是是 因为它在冬茶 冬茶十一月就采收了 对对对对 那中午因为冬天很高的 对对对 那虎又少 所以它就是 要等这个 很久的时间 这个春茶才会采收 哦 是是是 所以 春茶最重要的是什么 采水 要有采水 哦 非常贴切台湾的農業社会的需要 哇 这这到底是想太猜 我觉得很厉害 对啊 我记得是一个 研究台湾音乐的一个学者 不知道是张永明老师 还是什么人 对 他想太猜 对对对 当然四月旺语 大家感觉很顺 也很有意义 所以不要像音乐剧 还是一些表演 什么的 大家 延续剧 对对对对 也有 张宏达和陆寒秀 真的撒一首歌 就叫做四月旺语 对对对 很浪漫 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 我在创造的时候 也是有想到这个东西 但是呢 为什么我这条叫做四月语 幻想曲 你知道为什么不忘 为什么不忘 因为幻想啊 哦 不是这样 因为幻想 幻想就好就来了 因为幻想 幻想说实在 你如果真的有去看 有去算 幻想 幻想因为太有名了 所以台湾的各式各样 不同的那个 乐器演奏 还是演唱的改变 其实版本很多 是 听说有超过一千种 一千种 对 就是说大家都在改这条望春风 就是说 你改太多了 是 所以我那时候 你要删这条曲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不然 不然我先不要删好了 因为太多了 所以 我就把幻想拿掉 四月语 听起来也很好听 是 所以我就决定用四月语 这个名字 来给这条曲 对对 因为我刚才说的 四月为什么要忘语 这个四月语 就 更像即时语 这种感觉 对对对 直接就好 对对对 当然 很好奇 那时候 有需要删这条曲 这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自发性的创作 当然是因为台南有一个基金会 他刚才邀请 对俄罗斯来的小提琴演奏家 是 那时候有拿到 古典音乐圈 他们常常有一个比赛 叫财可夫士一大赛 首奖 那是小提琴界比赛奥运 奥运就对了 所以邀请他来 当然他一定要叫什么 叫财可夫士一的小提琴协奏曲 是 但是这个基金会 很有本土的意识 他说 我请你一个外国人来 你自己可以叫一条 我们台湾自己的赢格 当然 那时候 他也是打赢 但是他说 他希望这条劲也可以 像财可夫士一小提琴的协作曲 这样 可以展现他的高超的技术 技巧 对啊 所以那时候当然 就是主办单位 他想说 有这种劲 他就问很多人 他说 只好请来台湾的财可夫士一大赛 这不是现成的劲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属性的音乐 所以就想到说 应该要来创作这条 所以那时候 那个基金会 找到我说 能有法导使这条 有这个技术演奏上面的高度 小提琴协奏曲 但是 是用我们台湾的地方 是 所以我就接下这个挑战 所以就把这条 什麽奏名曲啦 什麽副格啦 什麽会 这都有一些规则 其实我 说实在的 我不是耳作曲的 我不是在学校里面 主修作曲 理论作曲 不是理论作曲 所以对我来说 我創作 我也没想到有 那些规则 那些规则 刚刚和幻想曲 是说 你要怎样幻想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他欠名 跟他合作幻想曲 那就是我自己 出自一队 四粵语 这三条 那些刮谣 那些刮谣 一些发想 和创意 是 老师 这样创作这个 四粵语 在这个改编的过程 和这个 四季鸿 还有望春风 这两首的 我那首 没有 是四季鸿 跟望春风 这两首的作词者 是 你说那个李林秋 四旺嘛 一个粵语 是周天望写的 四旺是那个李林秋老师 是 他的那个 他那些 那些 那些刮谣 情境很像 哦 他也是去给朋友 他挑战 哦 对对对 你这里可以写这些 风花雪月 是 你可以用 台湾的境识 是 来写一首 哦 对对对 所以他就把邓宇仙的这首曲 他就写四季 哦 就为春天风 对对对 啊 春天灰 对对 夏天风 是 秋天 秋天 冬天 冬天是 什么 我忘记了 冬天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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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四月旺雨 又分别就是 代表说四季风是 喜 喜悦 啊 月夜就是哀笑嘛 是 蚌就是蚌蚌嘛 是 乎蚌蚌 咦? 咦? 是 对对对对 dirty 对对对对 不是 那些国民政府是来巾的 哦 ok 啊你又是什么 啊 我们总体已经说过 蚌蚌蚌蚌蚌蚌 是因为他酱蚌蚌蚌蚌 对对对 啊其实 為什麼? 這我想不到 對啊,是喜氣洋洋 喜氣洋洋,對 因為紅 哦,對對對 所以,我想起來了 所以買到樹桂紅 變成樹桂窯 對,是這樣 而且他的歌手裡面 每一段 剛才雖然我們不會去冬天 但是春夏秋冬買的都是豬豬紅 對對對 都紅,都紅 這樣不行 對,但是台灣人教他 他們就是喜氣洋 紅色,要就是因為這樣 就叫金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金歌 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因為很紅 對不對 他沒有人要唱 沒有人要彈簿 那金要唱什麼 對 但是也是有 譬如說 李雙哲那個少年中國 沒有什麼紅 對,沒有很紅 也是金 因為 沒有紅的歌金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金 是因為李雙哲紅 對 對不對 其實我們說到李雙哲的時候 我覺得很遺憾 我們都知道李雙哲 當年是為了 叫一個逆水的小孩 然後他自己過身季 對,所以他很年輕的過身季 對,這真的是要 競貝這個人的精神 真的 是 是 是 除了這個 字季鴻 剛才說到 就是 夢 跟 月 跟 蚊 都是金 對 月月花 我們上面 第二集沒有說過了 月月醋 也是 欠偶該做 滾瓜 對 像 月花是欠偶該做 榮譽的軍夫 對 月月醋 欠偶該做 軍夫之旗 哈哈哈哈 這個 哇,你真的做出一個研究 就是 愛有榮譽的軍夫 就是 愛有一個 每一個偉大軍人的背後 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對對對 是 所以因為這樣 也叫金 啊 自小孩 我其實對月月醋 外野生這首歌 印象最親的就是 家裡大人都跟我說 那三線路就是 我們島出去了就兩條 哦 是,你住哪裡 我住那個 我住那個 算是 幫我小南門 哦,對 那就是那附近 其實那個三線路就是那附近的事情 對,就是我 我們島一走出去 就是 中華路跟那個愛國西路 是是是 小南門就在這兩條路上面 是是是 三線路是在說中華路 對 其實有四條龍路 都是這裡面說的三線路 就是那個三條線 就是因為有兩個安全島 所以變三條 對 啊 除了中華路跟愛國西路 都是喔 是是 啊,還有兩條是 都兩條 老師知道了嗎 那是中三八路 中三... 南路 其實還有一條 對 中三南路 所以 最後那條就是 中後西路 哦,對對對 是 那是怎樣 那時候會有這個四條 嗯 我告訴說這四條 其實就把那個 台北城 圍起來 啊,他本來都是 我們台北 台北城的那個 山門的那個 那個地方 山門是清條 清光緒八年 是 啊,那時候就是說 因為 日本來了之後 啊,台北人越來越多 是是 那個環圍就 不是只有在 清台的台北城裡面 是是是 所以就把那個城牆 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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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現在都把他存城門嘛 對,對,對 東西南北都把他存城門 是是是 啊,打掉之後 日本人說 還要... 很愛學那個歐洲的 是是是 他們都要超音 拖牙入歐 所以這路 都設計 叫做三線路 就是學歐洲 要中間要有兩個 安全道 啊,還有要 種那個行道樹 是是是 剛好這個 四門的城牆 這四條路 都變成三線路 是是是 你知道以前的三線路還有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對,就是那個 大家學歸的地方 哦,所以 要記名的時候 所以 所以 他學歸說 我們中華路的三線路的 電面是怎樣 因為你站在安全道 電面才會那麼高 所以橫橫就看得到你 啊,站那邊不會很 很危險 不會啦,以前沒有這麼多車啦 我是想說 因為現在愛國西路是真的 中了齁 有那個行道樹的地方 好像說一個 一個迷你的公園 嗯 在那散步是真的可以的 是是是是 還是說閃門腳是可以的 對 對 在中華路站在中啊 不是,他是說 浴在那裡 浴在那裡 因為站在那裡 所以橫橫看得到 人在那裡 結果叫他警察開單 沒有啦,不會啦 不會啦 這我也是聽那個 研究的專家說的 我是覺得說 可能那個 日本時代 那當時 一Q 一Q 三空年四空年 那當時才可以 現在可能 現在沒辦法啦 反正現在有手機啊 你都沒差 現在都要約捷運站 對對對 比較簡單 是 OK,好 不然我們來聽看這條 四粵語幻想曲 裡面我用的 真的是 演奏 真的是很困難的 小提琴的演奏的技術 是 來重新來詮釋這三條 大家很介意的曲 所以我們就來聽這個 台灣的蔡克夫斯基 跟這個 外國這個 得過大獎的小提琴手 很不簡單的 這個組合 我們來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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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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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